字幕提供 好了,那就回來了 Wing Hong Lee 留了言 港鐵說不充氣鬆開 就不是甩卡 這件事,我們稍後再說說一下技術 我自己覺得香港有一個議員 我之前也叫過別人投票給他 在議員之前,那個人叫張欣宇 我告訴大家,見到他講很多話 他是九嵗四 我也要講一個真話給大家 他是一個九嵗四 而且技術上的東西,不懂得說到是 一個這樣的人,他會不合作議員 告訴大家是不適合的 其實現在我也要修正我的建議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那時候港鐵出現了問題 他還沒有核實 他又用工程師的身份出來說是甩卡 其實是甩卡 你是要歐斷開了 即是真的開了 然後才叫甩卡 其實是 現在的問題 有一件事叫做緩衝器故障 就不是甩卡 那個緩衝器鬆開 列車的保護裝置就啟動 當然是 車子走不了 結果當然不是甩卡 我也要告訴你真話 其實不是甩卡 但是 就是 現在 卡這兩個字就是心若文心的 其實我也不同意這些人說甩卡 不過我最初就沒有評論 為什麼我最初沒有評論呢? 我知道這些東西 它一定有它的複雜性在這裡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出現意外 工程上出現意外 或者裡面有些東西 不多妥的 其實 你可以從一個技術性的角度去看 但是很明顯 這個張欣宇 他就不是從技術性的角度去看 他就馬上說是甩卡 其實說真的 你自己是港鐵員工來的 現在就出多份議員糧 那份議員糧 就不是給你狗說的 老實說 這個張欣宇是很離譜的 我本來不是講這個話題的 現在 講了張欣宇這條陷家場 好像說 Raymond Wong 經常罵一些議員 香港不是真的沒有議員好嗎? 你看做實事的議員 我有沒有說過他們說他不好 就好像波叔那些 他做得很好 陳健波那些 我覺得他做事沒有問題 我一定告訴大家 對不對? 强勝就說 每卡的車 駁口都會有輔充器 那他一定要有輔充器 現在的網絡好像又出了問題 我講他不好意思 如果吃了字 或者有些東西出了問題 我講他抱歉 因為 我都被網絡供應商 和直播系統供應者 搞到頭暈 這個議題我本來沒有資料去講 我告訴大家 我本來沒有打算講的 結果現在就要退一退議題 現在講了張欣宇這件事 也多謝Patrick Wong你的支持 我先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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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講到脫卡 其實一個鐵路來講 是不是很容易脫卡呢? 其實脫卡的可能 是很低的 但是我告訴大家 現在被媒體渴染到怎樣 就說這個港鐵 維修制度很多問題 有脫門有脫卡 其實整個系統 我先講一下 現在講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 觀塘線 傳線 還有港島線 這些比較長的東西 其實它有些東西 你不會預計到它會爛 它也有可能會爛 其實就是 這個其實跟那個維修制度 有沒有關係呢? 我就告訴大家 這個跟維修制度 的關係是不大的 現在的媒體就說 維修很多問題 我告訴大家 其實跟風險管理和評估 是真正有關係的 如果你看到很多問題 突然爆出來 其實你就知道 風險評估 有些東西是做得不夠的 其實有些東西 那個風險你可能是不知道 或者有些假設本身是錯的 現在應該就是要處理 去審視一下 究竟你本身那個風險評估 對不對 現在就說 有些人就出來吵 就說 你要查一下 是不是人為失誤 就是這個港鐵甩卡 這樣 其實重要的是 要看一看 究竟 那個設計本身有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中招的那輛車 其實就是韓國製造的 就是K-STOCK 他們叫做 即鐵路迷就叫做K-STOCK 我是沒有資料的 我是隨口說 以我的常識去說 其實韓國車引入香港的時候 本身都有很多問題 即韓國做那批車 即現代老闆做那批車 最初來香港的時候 是很多問題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問題多到不得了 接著是慢慢整整整整整整整 才可以 比較好地運行 好了 真正的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 是不是有些設計 是 老化了之後會有問題 現在 你是不知道的 因為 其實就算是K-STOCK 都已經20年了 其實有一個部分 不是全部都是20年 但是出市那批車 我不知道多久 但是 有些事情 現實就是 你維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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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些事情 它設計的壽命 可能是 20年 那它現在就要到期換 對吧 所以 你說 到期換了 都出事了 或者它還未到期換 出事了 那麼 你要知道 現在 香港其實有很多事情 是 老化了 港鐵系統那裡 有很多事情 我都要說 已經很久了 已經很舊了 其實 那麼 出事 其實應不應該 立刻說 要去找 看看有沒有人為失誤呢 其實我很坦白說 最重要是 不是立刻去找人為失誤的 我經常都說這件事情 一開始就說要找人負責 一開始就說是人為失誤 那你的真相 不用查出來 很多時候 你找人負責的 最不好的地方是怎樣的呢 所有社會都是 你找人負責之後 就沒有人去深究究 究竟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 我們經常說話都是一樣的 就是在節目裡說 和實際在市面上做事 都是 不是去追究責任 第一件事 是處理問題 就是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先處理問題 以及找出問題的根源 就不是先處理人 如果你找出問題的根源 你根源是很自然的 最初一定是 不是以足夠人為目標去做 然後你就找到真正發生什麼事出來 真正發生什麼事 如果是 維修程序有問題 你是改善維修程序 就不是去懲罰那些維修人員 是不是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看到香港很慘 那些媒體也是這樣 那些議員也是這樣的 我不是說 那些人做錯事不用負責 不是的 那些人做錯事是要負責 但是你一開始就出口 好像李梓敬那些 那些公務員 那些公務員 一定要有KPI 那些公務員 那些公務員是不用做事的 喂 他們說謊 你打一份政府工的人 其實很多打一份政府工的人 OT又沒有錢 總之壓力是長大的 就是根本上 我不好意思 得罪打政府工的人 很多人打政府工是沒有前途的 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繼續都要做下去 他們沒有前途的 這條死路 其實很多打政府工的人 現在還要讓人 對一個KPI 我告訴你 其實很老實說 講最大的問題 都不是在公務員團隊那裡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香港最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政棍 還有一些媒體 都不是說真話 或者他說的那些 根本幫不了社會 會的 回覆你的機 有時候我很生氣就是這樣 強姓就說 十幾年前 興鐵事件的 港鐵被罵了整個月 後來報告才知道澳洲人 偷工減料 要澳洲賠錢 那就是 你要查出事情可以的 那你找出事情的起因 你才可以找到責任 你第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要人為失誤 你瘋了嗎 有時候我看到就很生氣 媒體說 日月神報 剛剛看到 工程界查人為失誤 否 你有沒有搞錯 第一件事當然不是人為失誤 第一件事你要查個起因 港鐵就是做得對的事情 車歐仍然扣緊的 援充器鬆開 和海外供應商研究成一 這個是正確的做法 是不是 對嗎 對嗎 真的有時候我看到 港鐵明明在做正確的事情 結果 那些政棍媒體就說 政府監管又要加碼 什麼什麼什麼 老實說 港鐵現在正在做正確的事情 因為其實 本身這個港鐵系統 我不是猛撐港鐵 有些人說你猛撐港鐵的 港鐵這個系統 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 它裏面有很多東西會出錯 他們通常是怎樣的呢 因為在鐵路系統 或者在其他系統 它只要 它出錯 通常就是 Chain of events 一條鏈的 就是 每件事一環扣一環 一環 如果全部扣在一起 那就會有問題了 那現在的情況 其實究竟 為什麼會出事 其實都沒有找到真正原因 你沒有找到真正原因的時候 立刻就有人跳出 說 現在要找人為疏忽 現在要監管得更厲害 這些事情 坦白跟大家說 是絕對不適合的 不會讓社會變好的 你不斷針對人 不是針對這件事 社會是不會變好的 就像西門子那些 你說 我是針對他的人 對不起我不是針對他的人 我是針對他做的事 因為他就不斷在說 要KPR 要處理一些人 不是的 做事的人 是要先處理一些事 我的看法 Man Candy和我的看法一樣 就是 首先對事 找出出事的原因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說工程界速查涉人為失誤 是否 坦白說 究竟這個工程界的人 是甚麼呢 他呢 就是這樣的 就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 這個呢 就是我們叫做technician的人 就是樂手樂腳做事的人 但是在管理的層面 我也老老實實和大家說 就是在管理層面 他們說的話 是沒有意義的 我也不想這樣說 那就是 這個一定要說 他就這樣說 港鐵有必要檢視 是否有人維修和檢查出錯 但是最重要做的事 就不是這樣 還有實證員卓 那一個人叫做田北辰 他就質疑 就說 你大檢查都還沒發覺問題 那就要港鐵 就交代上一次大檢查的報告 有沒有詳細列明檢查 每一個車勾緩衝器 還是只是抽樣檢查 還有這個涉事的 車勾緩衝器的檢查狀況 田北辰就是第一個跳出來說 脫卡的 現在又裝飾東西 來到尾 這些正棍人渣 對不起 我不應該針對人 但是他做的事 就非常人渣 真是很不好意思 本來真的沒有想著講這個話題 一定要講清楚 絕對沒有想著講這個話題 是永空的去留言 那我就講一下 坦白跟大家說 香港現在這樣的環境 是不理想的 就是從政的人 根本 都不是為了這件事好的 他們說的那些話題 是很瘋的 其實這些是 不是好事來的 媒體又是亂說 噢 甩門又甩卡 洞房就這樣說 其實 為什麼會甩門呢 甩門根本是撞到東西的 車 其實這輛車 其實 有一點脫軌的情況出現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你是要查出來的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出事 為什麼現在 它的緩衝器會出事 要找到什麼 可能是維修錯誤 你太言之過早 會不會設計有問題 有很多事情 為什麼要和海外供應商 要研究一下成因 因為有些零部件 可能剛剛換下去 明不明 強姓說 講起澳洲人 將軍澳試線的時候 試過掛高壓電纜 斷開移位 又是澳洲人做 那次填北省被人X到混蛋 為什麼澳洲人做會出問題呢 其實澳洲人很多次都會出問題 問題就是 他們做的事情 老實說 跟香港的環境很不同 我也要認真地說 所以有時候就會出事 對不對 出了事 一定是先解決問題 我們的建議永遠都是這樣的 人的問題之後再查 好了 Connie Chan 又說 講實話 90個議員 最多30個做實事 其他都是香港人白樣 現在是 拖得車就說 那些粉皮因為怕要查三五七年 會過了抽水時間 所以就要快點結案去抽水 我就告訴大家 如果香港繼續用這種方法去處理問題 所有問題都處理不了 只是趁熱點去抽水 香港 現在已經有衰過內地的苗頭了 其實我告訴大家 很快香港就會衰過內地的二三線城市 再是被靜運這樣搞 就是我告訴你 强聲就說 田北省是被 狗仔那班工程師搞走 這個不是的 我告訴大家 狗仔那班人都很慘 K仔那班人都很慘 K仔跟地鐵合併的時候 K仔那些人全部降一個grade 我們知道他們的情況就是這樣 而且搞不走田北省 確實是真話 有些事情 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不然那些人就知道我是誰 我休息一會回來 我本來想講的話題 我本來想講梅根和哈里仔拿獎 結果你們帶了我風向 我講了第二個話題 我休息一會回來 我們講其他話題 我講到這裡 我拾了夾子 不快 很難看 我講了 這個 就是那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